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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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车驾大马力向几大车追去 在三辆警车的围追堵截之下 黑色几大车慌不择路 驶向了游区的小道河马头 因为你这个东西你跑到跑到这个谁 跑到这个马头上 你又不可能他这个车又不是氧气的 他总不能跑到这个水里面去 你到马头了 到马头了没有路了 给你 紧追不舍的民警们一阵窃喜 车入马头再也无路可逃 看来这两个嫌疑人即将手到擒来 咱们想这两个火车肯定是没得跑的 因为咱那个谁咱的警察就一直跟一起 然而就在这个最后的关键时刻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这两个人呐 跳一个早已等候的那渔船 然后像从海洋跑了 事态发展立刻急转之下 前一分钟警方还似乎胜券在握 后一分钟则是嫌疑人汽车登船 逃之夭夭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来不及被传的民警们措手不及 当咱那干警以后 真是可以说望海心态 因为一点半还没有 嫌疑人虽然从边方民警的手上逃跑了 但是截达车却被抛弃在码头上 经搜查 在黑色截达车的后座后备箱里 共查获缘由20多代 事实证明 民警当初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但碍于海上没有警力部署支援 民警们却只能望海心态 山东省东宁市 离处全国第二大油田 胜利油田复辟 三分之二的油井 位于东宁市行政区华内 其中又有70%的产量 来自东宁市沿海 及海上边防辖职 前海油区 则是胜利油田 海上石油开发的主阵地 近几年 随着海洋石油的勘探开发 当地少部分人 把发财的目光 转向了海上的海油平台 记得这个财油平台周围 经常出现这个 投油的 投油天一个无字的 铁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人家使用工具 咱们的渔民有的时候 就到咱们平台 甚至有所发生一些 这个优地纠纷 外部这个不发贩责 就是大多行动 零这个野黑风高的时候 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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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油天去 一是 转泡这个油官 从这个油 属于官道的一块 投油 靠山吃山 靠油吃油的这种思想 成为这些少数人 所谓的致富金 一时间 盗卖平台生产物资 海上碰瓷 敲诈勒索 油田施工船只 等违法犯罪案件 屡有发生 应该说是 海上治安 不用乐观 应该说是 然而 更令人担心的是 担负油田生产设施 安全保卫任务的 滨海公安局 没有海上执法船艇 只能望海星探 鞭长莫及 海洋采油厂方面 虽然雇佣地方船只 建立了海巡队 但由于没有执法权 法规作用也非常有限 年产值达上百亿元的 海上采油区 竟陷入了无情之法 无人守卫的尴尬境地 我们承道海域的 这个油警 这个巡护 是由采油厂承担 这个苦于我们采油厂 没有这个执法权 所以在承道海域的 这个安全巡护这方面 面临着压力非常大 而海上警力的空白 一度使得油耗子们 肆无忌惮 频频盗窃油田物资 2006年3月12日 就发生一起影响巨大的 特大海底盗游案 这个盗的油不是很多 但是它这个卡子开了 它由于在海底 由于修饰 或者是这个海浪的冲击 这个卡子开了 造成原油泄漏 直接损失 第三个多亿 在这起盗游案中 盗游分子派挖人 携带专用工具 潜入海平面下 三米的收油管线 实施打孔盗游 由于打孔处被海水腐蚀 导致发生海上大面积原油外泄 并在几天时间内污染了北至天津 东至莱州数千平方公里的海域 给国家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 这个事发生以后 真盖子发生以后 也是直接促使 咱们穿船大队建立 由田的领导直接上跟咱们联系 上咱纵队去汇报 卸调这个事 枪量要求成立这个穿船大队 维护 以海上游区的生产 这个甲销这个游区和海上的巡逻 给他们这个生产包价火航 为防止再次出现黑色级大车 312道游案类似的事件发生 2006年7月 船艇大队正式成立 刚成绩是两条大的 一条118一条108 然后是两个大陪某个艇 四条艇 承担起来东营沿海的治安巡逻 维护海上游田安全生产的政务 东营近海游区 景历空白的历史 从此结束 而船艇大队成立之后 陛下的第一件功劳 就是协助侦破了312特大盗游案 船艇大队与东营市编防支队 其他官兵一起 全景动员 深入边防辖区摸牌犯罪线 为专案组提供了犯罪刑医人来往东营港情况 及作案工具来源两条重要信息 案件最终告破 10名犯罪刑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2名主犯被判处死刑 有力地震慕了那些图母不轨分子 但是船艇数量极为有限 而东营近海游区面积达500多平方公里 海游平台绝大部分为无人职守的自动化平台 在城岛一天 这是我们新勘探才发出的一个新人的名誉 叫新北游区 所以说跨渡 从黄河入海口的新河道 到黄河的老步道 这两个区 这一间虚弱的这个范围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 船艇大队如何与藏在暗处 四散分布在茫茫海上游区的不法分子们展开较量 守卫号面积如此巨大的游区呢 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4月份的时候 大队接到海洋草草八九 说有多个平台被盗 油田物资损失比较大 案件引起了船艇大队领导的高度重视 组织一批技术骨干 到平台上进行现场勘掌 一般都是晚行就说 风向一般在就是说四五级风的时候 有很多小游船就靠着我们平台 然后然后破坏油田物资 然后就这样拳 它搁铁一般搁什么样的铁 就搁这种护栏 只要是铁风流河 把管线砸了 就是要驱赶我们 就是不让我们在这个海域 那个 就是船不让我们靠 然后影响我们生产 哦 那个船有什么特征没有 就是普通的小游船 有什么船号什么的 船号真没有 就跟那种小阀子 发现这个被盗的物资啊 大部分为一些不用的平台上 一些暂时不用的管路 或者暂时没有被使用的阀门之类的 这些阀门管路虽然暂时闲置 但是用处却不小 一旦油田平台没有这些阀门和管路 那么石油将直接洒向大海 造成严重污染 严重影响深海环境 并将给柴油厂带来经济损失 为此啊 大约领导跟这个柴油厂的领导进行协调 对于并对这个他们柴油平台上的监控 进行了实际的勘察 研究 发现了这个白天没有情况发生 这个被调事情大部分发生在晚上 平台上没有人 海上也没有 很少有作业船只 此时发生这些盗窃事情 经过对现场的勘察和对监控录像的分析 船停大队发现 这是经常在油区进行盗窃破坏油田物资的一伙人所为 与此同时 一张看不见的大瓦也通过电波覆盖了整个海上油区 船停大队对被盗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 这个被盗窃这个平台啊 大部分都位于啊 我们寻找一些盲点 就是一个比较远 比较偏 还有一些孤单的景 这些平台啊 这些平台主要分布在这个油区的最外围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巡逻不到的地方 从监控系统调取的资料可以发现 这货盗窃分子作案的时间大多为晚上11点到凌晨4点之间 而这个时间也正是海上月黑风高 直守人员困乏的时候 此时海上作业船只很少 平台上又没有工作人员 正是他们多切的绝架时机 而且啊 咱这个平台啊 由于晚上 呃 停靠不方便 啊 上面没有人 啊 所以啊 我们可以初步断定 这是由于小船 啊 通过啊 水缆来直接靠上马头的 靠上平台的 啊 但是小船体积有限 搬运不了大量货资 因此 船停大队民警初步判断 可能有大船在后面操纵 派出一些小船 对平台物资进行盗窃 再经由大船转任出去 海报 我是一号 现在通报警情 解支队指挥中心通报 肯东 KD34A 游警附近 有异常情况 支队命令我边队 预处理 海报 两号离开 海报 三号离开 海报 三号离开 海报 出击 海报 两号离开 海报 三号离开 海报 三号离开 大队要求我们三条请 全速 经常 频繁的 在背到偏远 游警平台周围巡逻 就是我们三条请 海警37012请 和海警37014请 和海警37041请 轮流在海上进行巡逻 不给盗窃分子 异得间隙 让他不能摸清 我们船艇的动向 三艘巡逻艇 对游区进行了 拉网式的排折 重点遵守被盗的平台 然而 在巡逻期间 一切都风平浪静 平安无事 盗窃团伙 似乎一下子 就销声匿迹了 一个星期的遵守 我们并没有发现 这个有盗窃情况 盗窃事情发生 平台那个海洋财产 也没有向我们反映 平台有背道情况 难道是 传艇大队 夜以继日的巡逻 使得不法分子们 闻风而逃了 传艇大队的官兵们 分析认为 罐头成性的不法分子们 不太可能舍得放弃 海上油田 这块肥肉的 有可能是 之前的搜寻行动 过于明显 打草惊蛇 这才导致犯罪分子 暂时隐藏起来了 这时 我们大领导 觉得 有可能 是这会 盗窃分子 已经 觉察到了我们的情况 对我们进行了重视 有趣之大 何处才是犯罪分子的藏身之处 他们究竟躲藏到什么时候 才能再次出现呢 狡猾的犯罪分子 采用了你进我退的方式 暂时停止 夜晚偷盗 以避开寻罗铁 如何才能尽快 把这伙犯罪分子 捉拿归案呢 是继续自处搜寻 还是静静等待 犯罪分子的再次作案 传统大被领导 采取了 欲擒故纵的办法 进行全面正常的 全面巡逻 不对行进行终点 这个终点 果然 刀切分子 沉不住气了 吞吞欲动 一期连续 我们也接到机械火警 主要是 在肯中和城委 一个边缘的平台 屡次发生这样的行为 因为这些平台 一个是靠着边缘 这个油田的周围 离我们巡逻 距离比较远 这个分散 它分布的比较分散 我们巡逻中 管控的难度也比较大 并且这些平台 它是一些 就是微型监控的一些平台 上面没有这个工程作业 这样一来 船艇大队的官兵们 心中有数了 有可能是在我们 大队附近 有这个刀切分子 安插的一些眼线 他们对我们大队这个船只 每天这个出海这个船只频率 它进行了一些规律 跟那个总结 正是在船艇大队 驻地周围的眼线 盗窃分子才能对船艇出海频率 和平常所航行的海域 了如指掌 成功避开了巡逻艇的搜查 要想成功抓获这伙盗窃分子 就必须让他们的眼线失去作用 摸不清船艇巡逻的规律 我们大队所有船艇 白天出海 晚上不归 第二天有另外一条船 另外一条船艇代替前面一条船 轮流在海上巡逻 这样可以避过 在我们大队周围 这犯罪分子放在眼线 他不能时时刻刻来知道 了解到 我大队在海上巡逻情况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大队派出了 各条船 轮流在海上 边缘的游景处巡逻 功夫不负有心人 船艇大队的精心安排奏效了 在11号晚上 我们海警37012请 在CB22A平台附近蹲守的时候 在半夜凌晨一点 立老远听到有机器马达的声音 听有机器声 在有机器声 当然这有可以目标 好 而此时 值班人员也在雷达上 发现了有两个小田 正逐步向游区驶来 虽然此时正是打鱼的旺季 但是凌晨作业的渔船 还是比较少的 守候已久的官兵们兴奋起来 意识到这个马达的声音 很有可能就是 盗窃分子的船上发出来的 一听这个声音 就是咱这个120马力的 平常咱们这个作业渔船 这个声音 但是还在这旁边 还有一个小点 此时咱也摸不清 这到底具体是什么情况 这个小目标 来了一个船 盯住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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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已经是半夜了 就是12点左右的时候了 一般比较小的目标 就是小渔船 作业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小渔船晚上半夜的时候 他就已经基本上就是 把他把这个网具什么下在海里以后 就已经休息了 泼毛 然后人人在小船上休息了 所以说半夜的时候 这个12点左右的时候 这个小船小目标 然后一直在动 我们就觉得比较可疑 然后 一艘船过来了 靠近平台了 好 好好大口的准备 过去我们船之后 是向平台 而在这个平台 大约有半海里的时候 停下来了 此时只听见 另外一个马拉声音响起来 这是咱一个小 就像那手部拖拉机 有个声音一样 是向平台 果然如大队领导所判断的那样 确实有两条船 这样 确确实实是一个 盗窃分子 和我们原来分析的也一样 确实是大船 带动小船 小船是向平台 进行盗窃的行动 只见这个小船 快速滑向平台 撇上懒声挂到平台上 其间几个人 拉着人往平台上攀岩 抓贼要抓现行 边防官兵等嫌疑人得手 准备驾船离开始 大队长果断下令 抓捕开始 抓捕开始 反对接近 去接 当这个小船啊 看到我们这亮灯 便响起机器之后 知道 他们被我们发掘了 开始迅速逃窜 向西北方向 船艇大队的领导 早就预料到了 盗窃分子会狗急跳墙 船强硬靠帮的话 因为这个船这个倾斜啊 它有个反弹力 两条船可以 有可能造成这个船毁争亡 所以我们大队领导去 要求啊 咱们先驶向它前面 它一定要逃跑 同时咱们经过几个人分析 它有可能逃跑的方向和路线 咱们合理的进行抓捕 正至夏天 夜晚的海面上风大浪高 船与船之间不容易靠近 为避免船毁人亡的危险发生 船艇大队领导果断下令 要求巡逻艇超过嫌疑船只 在前方等着嫌疑船只 在以同样的速度逐渐靠近 并让官兵们向嫌疑船只喊话 要求停船接受检查 该船呢 它拒不停船 它反而加速向前情势 而且船上 它这个人员啊 拿这个鞘棍啊 铁棍啊 想捅我们船 想把我们船给它起开 但是此时我们的抓捕小组啊 提前准备准备好了 尽快跳帮跳到该船上 对起人员进行控制 船上来动不要动 快动停 把人控制住 不动 不要动 不要动 把人控制住 不动 在这儿 放行不动 让我扶着 我们大队长就命令 我们强行跳帮 强行跳帮以后 把人员迅速控制住 防止 防止它就是把一些 有天它刚刚上去 盗窃的一些物资什么的 被抛弃到了海里面 虎鱼刚回来 虎鱼刚回来 虎鱼刚刚才呢 刚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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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落海呢 还落海呢 对 还落海呢 刚才怎么没消 刚才是新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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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走 快点 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 苟急跳墙 将刚刚倒起来的脏物 寄至大海 大队官兵 在还没有完全停靠好的情况下 迅速登船 我们上 上他们车上以后 就是发现他们车上 有 和 比较多的 不明 不明 来历不明的物品 有的 有的 就是 刚 有钢管 工具 还有电机之类的 人赃 巨货 在铁医班的 证据面前 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无可抵赖 至此 历时两个月的海上侦查遵守 东营边防支队 船艇大队官兵 最终将这个团伙打掉 并将犯罪嫌疑人 移交当地公安部门 进行处罚 避免了 海油厂 蒙受更大的 经济损失 不仅如此 对于打击 陆地盗游 海上运输 这种犯罪 船艇大队 也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2009年7月4日 凌晨1时许 船艇大队 37012艇 在巡逻时 接群众报告 在黄河口附近海域 以无船名 船号渔船 装载有 大量货物 并用 沾有大量 游寄的遮雨布 覆盖 情况非常可疑 接着接报 就是有可疑的船 他就说 也没有 因为说 这个证据吧 就是提供线 就像咱这个线 他提供线 只是说 有可疑情况 这个报警 他也是 就是说 他也不能 具体的情况 他也不是很掌握 就是说 有些可疑的情况 让我们去 给我们提供 那么个线索 一般情况下 普通的渔船 并不会把船上的东西 都隐藏起来 更不用用沾满油渍的帆布 盖住打来的鱼 这条渔船 如此违背常理 难道是不法分子 利用渔船 作为掩护 来偷盗 发展海上的一个 治安耳末 他就向我们报告 说 说刚才的时候 那个渔船 这个24马里 一个渔船 那个是从他们 那个前面过去 刚刚看到 他们这个渔船上 载着很多的货物 但是用那个 鱼鳞帆布 遮着 这鱼鳞帆布上 有大量的 大量的游寄 感觉很可疑 像上面鱼就没有 但是那个船 还是特别当 看着就是 这个游子特别的多 有些东西 舱面上 平时正常它打鱼 那些东西 它都是 就算鱼 它也不会去盖的 但是当时 发生这个情况以后 有些东西 全部都是隐藏起来的 包括船舱里面也有 用一些帆布 什么东西 都在那盖的 也看着就是 特别脏 根据我们的 这个 跟那个游前下 这个 巡逻一些 基本一些特等 分析 这个渔船就比较可疑 然而 狡猾的渔船 在发现跟踪的船艇后 迅速调转船头 向小岛和码头驶去 37012天 立即将这一情况 上报直队 并通过对讲机 将情况通报附近的 黄河口边防排除所 黄河口边防排除所 立即排除警力 在附近码头进行蹲守 渔船艇大队 37012艇 形成前后夹击之事 静待行一船只 自投罗网 就在渔船看到走投乌鲁 靠岗 想靠岗之后 然后可能当时应该是 在港口应该有接应他的 接应他的人员 靠岗时候 在黄河口边防排除那种民警 埋伏在现场民警 及时出动 把这个谁 长长这几个人都一块抓住 当时从船上一共是缴获 被盗的原油 大概有200余段 同时有那个汽油杆 包括油田仙 生产器材 包括油工具什么的 也是价值不小的 最终 该可疑船只 在海陆联合夹击下 被成功控制 供查获被盗原油200余代 啤油杆等采油物资 六名犯罪协议人 也被悉数抓获 一个专门从异地盗窃原油后 通过海上运输 以绕过公安机关检查的 盗卖原油团伙 就此覆灭 作为一方守护 东营武警边防支队 船艇大队 就这样 日复一日的 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 海上治安环境 在打造海上平安游区的过程中 东营边防支队 船艇大队 不仅仅是做到确保治安本定 不发生犯罪 他们还意识到 在游区 海游工人 安心工作 海游设施 正常运转 也是平安 由边防武警支队 给我们在海域 这个维护 生产保障 还有治安防范 等诸多方面 都提供了这个非常大的支持 可以说 这个两家的这个共建 为这个军企 这个 共同发展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也收到了非常实在的效果 如今 东营边防支队 船艇大队 为游区带来的 不仅是安全 方便 更是一份贴心 他们把平安 带到了海上游区的各个角落 送到了海游工人们的内心深处 船艇大队 也因此被海游工人们 誉为海上游区的定海神州 我为了 我为了